在上个月 这个苏立文 都是苏 苏立文 美国的国安顾问呢 他在Brookins 那么发表了一篇演讲 他的演讲的内容呢 题目就叫做 更新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讲话 后来呢 有些人就称之为 这里面讲话的内容 叫做新华盛顿共事 我有一点提点 其实苏立文的讲话 当时呢 绝大多数的媒体 其实都有报道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都集中在中美关系 因为那时候还牵涉到了 G7的会议啦 然后还有包括了 这个马克宏的 这个战略自主啦 然后冯德莱恩提到了 这个去风险啦 所以呢 全世界的重心点 都是放在苏立文 在这一篇演说当中 强调中美之间并不寻求脱钩 然后呢 而是寻求 美国会寻求的是 去风险化 而忽视了就是 所有人在这篇演说当中 其实是宣示一个 拜登从上任之后 一直到现在 一个很完整的 新华盛顿共事 而这新华盛顿共事呢 本来只是一个宣示 你也可以把它先放在一边 去做观察 就有点像是习近平他提了极限思维 那极限思维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概念型的东西 你等到出现了南海的军机接近事件 还有台海的这一个军舰的接近事件 甚至于是鬼切事件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 或者你看到 那个他的中国大陆在这个台湾的北边 就宫古水道 然后到南边的巴士海峡 这样子一起通过的那个前行的这一个操演之后 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极限思维 同样的道理 就大西洋宣言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百分之百落实 所谓的新华盛顿共事的一个东西 而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对于塑造未来二十一世纪未来大概一二十年 因为我仔细看了内容啊 我们现在形容就叫做保护主义嘛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未来不管谁当总统方向不会变 就是这个新华盛顿共事将会主导未来二十年美国所要走的新的经贸关系 那既然叫做新华盛顿共事啊 那一定会有一个旧的华盛顿共事 其实我跟旧华盛顿共事还蛮熟的 因为从我开始跑新闻啊 就是美国在积极向台湾推销华盛顿共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视为真理 1989年吧 对 我真心的说那真的就是视为真理哦 就是全球化啦 然后自由化啦 所有的一切就是要开放 包括了利率要逐渐的走向自由化 然后呢汇率要完全的开放 然后资本账也要完全的开放 然后市场要完全的开放 然后税要降税 然后走一个全球化的这一条路 我们来看一下 到今天为止你都可以查得到什么叫做华盛顿共事 最早的时候它是针对拉丁美洲来的 就是美国告诉拉丁美洲说 你今天你这个国家要成功 你就要一切都模仿我 嗯 那模仿我什么呢 好 里面包括了财政纪律 嗯 坦白说现在 美国哪里有财政纪律可言 他的财政赤字占他的GDP 现在是高达百分之六 欧盟规定的是说要加入欧元区哦 他的财政赤字占他的这个GDP的比重 不能超过百分之三 可是如果是美国的话 他现在如果在欧洲 他可能没办法加入欧元区 好 然后另外呢 包括了像是降税 嗯 这个是降税 然后呢 利率市场化 其实就是完全要开放 然后呢 所谓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就是完全开放 然后呢 贸易自由化 开放市场 开放 然后放松对于外资的限制 开放 那么对于国有企业实施 实施私有化 就那个时候的民营化 台湾有一堆的企业 那个国营企业 就是完全要求要民营化 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中钢啊 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一个 后来不是又包括了中华电信啊 就是台湾所有的国有企业 都被要求要民营化 就是那段期间 而且是美国带头施压的 然后放松政府的管制 好 然后保护私人财产权 各位 如果你对这一些内容啊 不熟的话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从1990年 一直到2010年 美国对全世界 施压所做的事情 通通就是这十件事情 没错 所以不要小看华盛顿共识 因为它会 形塑改造 很多很多的国家 包括了1997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 世界银行 对于那一些就是包括像泰国啦 印尼啦 那么深陷危机的国家 然后现在说他说他他他破产嘛 包括韩国破产了 然后呢 国际货币基金说可以 我可以给你援助 然后我减免你的债务啊 或者我提供你这个新的贷款 但你要符合我123456789个条件 那些条件的内容就是这些内容 就是这些内容 所以华盛顿共识不是只有美国施压其他国家怎么做 华盛顿共识也同时是美国的国际规则 的这些国际组织 包括了IMF国际货币基金 还有包括了世界银行 对其他落难的国家所做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他对于拉丁美洲做这件事情 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这些国家做这件事情 他对全世界都做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的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那在这一份演说当中 因为内容非常非常的多 一开头苏立文他其实就提到说 金融危机他就金融危机呢 动摇了中产阶级 就像2008金融海啸 然后呢COVID-19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 然后气候变迁 威胁着生命跟生机 然后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凸显了过度依赖的风险 好他用这几件事情 2008金融危机是谁造成的 他不管 他就混在这所有 那气候变迁 难道是那一些 劳工现在都还顶着低廉薪水的国家造成的吗 也不是 可是他就把它混在一起 说全世界现在的混乱 需要一个新的共识 可是这个新的共识 等一下我讲完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新的共识 就是美国保护主义 而且他是一圈一圈的保护主义 我先保护我自己 接着我保护我的盟友 然后最后呢 只要跟我跟我盟友不太相同的 我就通通视为要竞争的对手 中国大陆当首当其冲 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是中国大陆 你就不被针对 其实我觉得包括了欧盟 甚至于包括了印度 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 那么当然他提到了就是说过去的 其实他先摧毁过去的华盛顿共识 所以刚刚我提到的这华盛顿共识 在他眼座当中是先摧毁掉的 先告诉大家说他造成了很多的缺点 比如说包括了美国的工业基础 被掏空然后呢就是整个地缘政治跟安全呢 也受到了强大的影响 就不能全球化 否则你看俄罗斯就凸显出了那个脆弱性的那个问题 然后还有气候变迁的问题加剧 最后呢他说他们面对了对民主的挑战 他这里面就举中国为例 因为中国现在崛起了 你看我们全球化帮助了中国崛起 反而让他影响到了我们的民主 他全盘推翻了华盛顿共识 所以需要新的共识之后 他要做哪些事 当然里面内容非常的多 那我这些截录的 我这些全部都是 都是我截录的一个字没有改 我没有去改他任何一个字 那么里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通过现代美国工业战略 在美国国内打下新的基础 他后面还不断的解释 他说这个是挤压私人投资 并不是要取而代之 就是要逼迫私人投资走向一个对的路径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是要指引所有的这一些产业 走向一个对国民福祉至关重要的领域 进行长期投资 而不是要挑选赢家跟输家 这句话很有意思 过去他们在批评亚洲国家 包括了中国大陆 日本韩国还有台湾 实施产业政策的时候 就说 我们这些产业政策都是错的 因为我们在挑选赢家跟输家 他现在告诉你说 不是这是为了长期的这个民众的福祉 所以不是要挑选赢家或输家 因此他现在先告诉大家 产业政策是对的 所以美国执行产业政策这件事情 才是符合国家发展 符合人民福祉所要做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告诉大家产业政策 这就回到了就是为什么拜登 他要推这个这个消减通膨法 那里面有很多对半导体的补助啦 然后对于电动车的补助啦 然后对于电充电桩的补助啦 对于能新能源的一些补助啦 还有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因为新的产业政策很重要 可是他的第二步是什么 他的第二步是说呢 要跟他们的伙伴合作 确保他们也在建设能力 复原力还有包容力 跟美国是同一水准 所以我们将毫无歉意的 在国内推行我们的产业战略 可是呢我们不会抛弃我们的朋友 事实上我们希望他们加入我们 但是谁是朋友 等一下我们在看大西洋宣言的时候 就会知道谁是朋友 所以刚刚前面提到 他们要产业战略 而产业策略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毫无歉意的 在美国推他们的产业战略 毫无歉意的 但是我会挑选一些人 成为我们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圈子 但是这个圈子不会太大 这个圈子里头的人 要做哪些事情呢 要建立创新性的新型国际经济 伙伴关系 可是那朋友之外的外圈呢 就会提到他最后要用小院高墙 小院子高栅栏 或者是现在很多人都把它翻译成为叫做小院高墙 就是我会在特殊的产业领域当中 保护 保护 而且设很高很高很高的保护墙 其实我的墙已经很广了 可是呢 我会在更小的范围之内 然后建更高更高的墙 这就是新华盛顿共识 那我们怎么去看新华盛顿共识呢 本来你去听这些都比较是抽象型的一些说法 对不对 一些做法 实际上面你要怎么去看待说 他已经进入了新华盛顿共识 当我看到大西洋宣言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哦原来这就是他的新华盛顿共识 因为英国绝对是他圈子内的圈子内 未来呢 所有跟美国签的任何的协议 不是自由贸易协定哦 不是自由贸易协议哦 就任何的协议 你会被美国纳在圈子的哪一个范围 你只要去对照英国的版本就知道了 好 所以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 英国首相苏纳克访问美国 然后跟拜登呢 签署了大西洋宣言 然后里面 当然新闻媒体的描述呢 非常的概括性 那我这边整理了几个重点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 回到刚刚苏纳克所说的 就是新华盛顿 不是苏立文啊 对不起 苏立文所说的新华盛顿宣言 新华盛顿共识里头来看 首先他强调 无意取代原本的自由贸易协议 所以没有降关税 这件事情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去看到说 拜登一上任就公开宣示 他不会签署任何以降关税为主的自由贸易协议 他不会 在台湾到今天为止 还在欺骗台湾的民众说 哎呀 这个我们准备呢 要跟美国朝向这一个台美之间的FTA 我要告诉各位 按照新华盛顿共识 不会有任何的自由贸易协议 因为美国已经将他的保护主义 就用产业政策啦 用他的内部的这个小院高墙已经组起来了 除非你是他小院高墙里头的人 否则的话呢 你不要 就连英国都没有办法去谈自由贸易协议 避论其他 但是其他的东西他会做的 比如说 确立两国在AI关键原料 捷径能源供应链跟国防工业 各个方面的合作 而且他有很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 启动关键矿物协议的谈判 在新能源当中 有非常多的关键的这一些原物料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 有部分的原物料加拿大有 美国有部分有 英国其实是没有的 大部分没有 所以他们现在要藉由这一个关键矿物协议 最终目标 当然现在还没有谈判着 但最终目标就是 我们彼此流通 我们彼此流通 我们就不会受限于中国大陆 所以这是第一个 关键原料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到最后关键原料必要的时候 只有我们有 其他人通通都没有 台湾能不能拿得到 我实在没有把握 那么另外呢 在国防工业的部分就透过AUKUS 然后实现各种不同领域的国防工业合作 它里面其实甚至于很明白的说要指定英国是国防生产法定义当中的国内供应员 所以它不是有岸而已哦 对 你要知道现在 世同本国 现在很多国家跟美国 算友好的话也最多列为有岸 然后可以列为有岸外包 比如说像是印度 台湾呢是连有岸都不是 可是英国不是 英国就直接是美国人 他就是你美国国内的供应链 然后呢还有建立数据交换桥 然后要成立战略科技投资委员会 这就是我要建立我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 我产业政策呢 帮助我自己产业壮大了之后呢 欢迎英国加入我们 因为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合作之后 我们就变得更加的壮大 然后接着呢 至于其他人的部分 小院高强 尤其是中国大陆 小院高强 所以你会发现 他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制裁 就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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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是毫不 他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毫不羞愧是吧 对他是说 毫不愧疚 毫不愧疚的 对就是我毫不愧疚 毫无歉意的 去推动这件事情 好 这就是苏利文的 新华盛顿共识 然后以及 从大西洋宣言当中去看 美国如何一步一步的去落实 他的新华盛顿共识 那我觉得这件事 接下来我们就觉得有趣了 亚洲国家到底放在哪里 其实在欧巴马的时候呢 他要建立TPP的时候 他的TPP里头 其实已经把劳工标准 环境标准 纳进来 用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然后来跟其他国家谈判 希望呢 在谈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不会忽略掉劳工的权益 然后环保标准也高一点 这样他才不会跟其他国家 不公平竞争 可是新华盛顿共识出来了之后 他就是告诉你说 就算你的劳工标准 愿意遵守我的规定 就算你的法令规则 愿意遵守我的规定 就算是你的环境保护标准 要遵守我的规定 智慧才安全遵守我的规定 对不起 我还是不跟你签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我要先推我的产业政策 这就是保护主义的一个精神 那么我们就来看亚洲 先看台湾 上个礼拜你看到这一个 蔡英文总统 他们就是敲锣打鼓的 然后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议 签署了44年来 最完整的贸易协定 好的不得了这样子 可是你仔细去看内部的结构 其实你仔细看行政员自己宣传说对谁有意 结果你看完了之后就说 对通关业者有利 就是通关便利 然后良好的法制作业 良好的法制作业 那是说美国的法制作业要跟我们一样良好吗 不是我们要跟美国一样良好 我们必须要符合美国的法制作业的标准 然后服务业的国内规章 那是说美国跟我们看齐吗 不当然就是我们去跟美国看齐 那反贪腐 当然就是我们要遵守美国的贪腐的标准 反贪腐的标准 所以这一项倡议 如果你去对照大西洋协议的话 你就会大西洋宣言的话 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其实没有沾上任何一丁点 他在他的新华正顿共识当中 他的产业政策当中要参与他的任何一部分 不管是供应链的部分 不管是关键零组件的部分 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连有案都还不是 更不要讲说被列为像英国一样 列为国内供应者 那不只是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其实呢 印太经济框架IPF 你也会发现完全不谈降关税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现在就是不要讨论 降关税这件事情 他所以他里面的题目呢 包括了比如说劳工 那请问一下劳工是要按照谁的标准 环境跟气候 那按照谁的环保标准 数位经济 谁跟谁分享数据 然后农业谁开谁的市场 透明度跟良好的监管做法 谁遵照谁的制度 竞争政策跟贸易变化 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 其实重心点就是 我美国标准太高了 以至于我跟你不公平竞争 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标准 拉到跟我一样 跟我直视 我才要跟你做很好的贸易往来 否则你就在占我的便宜 这就是新华政策共识 那么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拜登其实他从他当选之后 接受他的好朋友 纽约时报的专人作家 Freeman 就是弗利曼 这个大概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世界是平的 我很想问问Freeman这样子 他还相信世界是平的嘛 就谈全球化呢 大概是最卖力的一位 纽约时报的专人作家 他在1990年代 一直到2010年代 他出版了好多本书 那么都是谈全球化 他大概是讨论全球化 最用力的一位美国专人作家 但是呢 拜登在接受他的访问的时候 明确的说 在美国国内环境获得强化之前 他不会跟任何人签署任何新的贸易协议 从他当选的202012月 从他上任的2021年2月1号到今天为止 他在执行的就是新华盛顿共识 也是新保护主义 当然不是说美国这样做 全世界都要如此做 当美国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对照 就中国大陆他就会更积极的 RCEP 对不对 要更积极的推动 他甚至要加入CPTPP 当初是美国主导 美国退出来了之后 他要加入CPTPP 他加入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 他去推动跟这个海湾国家 要推动自由贸易协定 他去跟南美的国家 要去推动跟南方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他跟所有的国家还在推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旧的华盛顿共识当中的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大陆还在推 而美国现在已经关起门来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他会形作21世纪的上半个世纪 影响重大 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要来跟大家谈谈这些事情 在台湾其实没有人谈新华盛顿共识 但我觉得是需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因为对台湾来讲是影响重大的 好我们要转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 因为这个东西才刚开始 他后续会 会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样貌 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不过他大概已经 已经确定了一些事情 对我来讲就是当我 当我看到所谓以新华盛顿共识 以大西洋宣言为名的 以美国英国为主架构的 这些的这些的概括论述的时候 他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一个过过去40年 自由主义的宣言的失败宣言 你可以说自由主义的失败宣言 那你说失败吗 其实也不完全 他只能说是美国在阶段性的 阶段性的用某一些的意识形态 在合理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实践 在过去1989年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当自由主义最强大的时候 比如说奉献和我 我们我们在念书或者新闻工作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对自由主义 都会有一些的有一些的 你说你说痴迷好了 或者信仰 就内化成为我们的我们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是在这种的氛围当中长大的 所以我们正在点滴的粉碎我们的世界观 所以我我我说 我说其实当你看到新华盛顿共识的时候 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摧残 是宣告呢 就我们曾经信仰的自由主义 他宣告他自己的失败 他失败或者说他阶段性的任务 已经我完成了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所以当当你看到Freedman这样的人呢 面对到拜登他们这种主张的时候 他都没有什么招架余地的时候 他已经不知道他自己是从一个政治立场 还是从信仰立场 在跟拜登讲话了 好那刚讲到就是说 因为一九八九年新华盛顿共识的 那华盛顿共识出现的那个年代 对对台湾的整个经济的经济的调整 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个时候台湾召开了金革会 我们的很可能年轻人大概就不知道 就是经济革新委员会 那为什么叫做经济革新 其实就是配合着这个华盛顿共识的要求而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经济革新委员会的口号三个 就是呢自由化制度化跟国际化 你看就知道他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内涵 所以呢就开始出现了就是说公营事业民营化 那个就是他对他来讲说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公营事业 当然就应该民营化理所当然 对那怎么会有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错的就政府应该尽可能放开手 那让企业私人企业表现活活活力 不要有产业政策 然后每件事情尽可能放手给民间企业政府 退到后面扮演一个协助者的角色 那个是我们被对被美国价值长时间内化之后 所产生的当然性的思维 可是你仔细想 其实美国在当时只是借着这一套的论论述 逼着全世界对他开门 对对他开门是干什么 就是他的同时间呢在全球在国际经济当中呢 最强的论述呢就是跨国企业 他的跨国企业要到你家去 不管是麦当劳麦当劳刚进台湾的时候 进任何地方的时候麦当劳过去是美式价值论述的 很核心的概念 因为你不太容易谈抽象的东西 谈麦当劳你一定懂 麦当劳开门就表示对美国开门 就表示你你跟着美国走上那个 那个所谓所谓的自由化的那个道路的第一步 一样他就是对要用用这样子一种方式 用华盛顿共事为他的跨国企业来敲门 你如果不开门他就他就认为的你是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是个张字眼产业政策是一个张字眼 因此我们我们这些世代其实深受影响不能说深受其害 当我们听到保护主义的时候呢 听到听到所谓的反全球化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怎么会会有这种脑脑袋呢 这种都是都是落伍的是不对的 所以那时候国民党的政府就那时候讲经国时代的时候的产业政策 是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的 所以才会有金格会 那当时的金格会呢一大批的流美的学者回来了之后 正在取代像是李国鼎他们这些的老官僚 金格会的出现其实就象征的像是李国鼎啊 赵耀东啊这些曾经把台湾从无到有呢拉拔长大的 甚至于把台积电的都已经呢挑选 然后呢发展资讯产业的这些的老的科技 产业官僚们扫地出的出门 新官僚进进来了 这些新官僚都必须要跟美国价值要接轨 嗯好那从从美美国的角度来讲 他既然是为他的跨国企业在铺成一个意识形态 让大家都不知不觉当中接受 你想谁谁能够抵抗自由化 谁能够抵抵抗的制度化 谁能够抵抗的全球化国际化 因此美国只要拿这些的大帽子一扣 那个呢就是呢你在哈利波特里面 要鉴别你呢要分到哪一个学院的标准 那个帽子呢就告诉你 嗯你要到哪个学院去 大家都要戴那顶的帽子 因为他企业要进来 可是你看到现在他所讲的新华盛顿共识 是整个倒过来转的 嗯现在是美国在干什么 美国在叫他的企业回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他其实是同时间 他其实已经在做了 新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让美国企业要出去 因此呢他的产业觉得呢 我们我们只要呢保留技术就好 其他就出门去 然后到各个地方呢去赚钱 所以MNC呢跨国企业曾经非常有影响力 也代表了美国的实力的全全球化 天涯海角非非洲中南美洲都都都可以 但他现在是在叫企业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过程当中呢他只保留他的核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过去他吃自己别的保护主义产业政策都回来了 他正在巩固合理化这个这个过程 同时他也不在在乎呢第三世界国家 他在告诉你他毫无歉意的 对毫无歉意的 他在他在警告那第三世界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呢 曾曾经呢 曾经呢是被他被他被他的吹吹捧的认为非非洲人呢 非洲人呢只有只有十个人穿鞋子 一百个只有十个 他说太好了还有九十双鞋可以卖 今天他不要了 那些都不是他要的 他要他的企业回来 你的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变什么样子 那不是他他在乎的 严格讲就是新华政论共识 是他的是他的经济政策 经济战略的一个内缩 或者说经济政策的一个退缩 我们我们过去常常讲就是说呢 战略收缩 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战略的收缩 收缩他只要保留他的核心的竞争力 所以你不要一二一就是说过去 比如说上个世纪 我们看到他在K台湾 他在K日本 都说呢 K德国 都说都说你们 保护主义 你们政府的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 各地都是要巩固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说 其实不管是华盛顿共识一九八九年 到现在的新华盛顿共识 就是美国的自私的基因又发作了 像我我这边要有个判断 因为呢 这是苏利文说的 嗯 这是拜登执行的 那么如果换成共和党的话 这个新华盛顿共识还会执行吗 我我觉得以现在的国际的形式来来讲 我一直说民主党 民主党在设定的意识形态框架比共和党厉害 共和党是古典的自由主义 如果最极端的话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没有什么古典的自由主义 但是呢极端的共和党的信念是古典的自由主义 就是尽可能的开放小政府放放放放手 少少管别人家里面的事情 只要让企业的出这出门呢 就就可以了 他态度是这样 可是新天的国际政治 当你摆到了一个大国政的政治的情况 大国竞争的情况下面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今天的大白左他所设定的战略框架 当我们在讲战略收缩的时候 不只是在在政治上面军事上面 更重要是经济上上面 所以我觉得我的中国大陆要很小心 不要被美国的一些军事上面的小的挑衅的动作 吸引了注意力 因为他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军事上面的时候 会让你忽略了 其实在经济上面科技上面的才是最重要的战场 他跟英国一定会结合在一起 尤其尤其苏纳克这次去的时候 他们谈的 大家可能忘了今年2月份 美国跟印度呢也也签了一个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呢高科技领域的合作项目 下个月7月份莫迪又要又要去 他是6月21号就要放过 又要去 他跟在苏纳克后面去 在他们所设定的我现在大概看到的 有关于新华盛顿共识呢 在产业方面的落实 如果从国家来讲 美国呢现在呢最能够信靠的是英国 但是如果要再寻找一个 他必须是英语系 他必须跟英美有渊源 那就是印度 为什么 因为苏纳克是印度人 因为 因为连了连贺锦丽都都是印度人 印度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 跟美国的大大学的研究学院的等级里面 他的他的就是说科技人来的比例是最高的 印度在这方面是有优势 最重要是英语系 为什么英语系 AI的最核心是语言 哦 对对 人工智慧当中这一部分还蛮重要 所以到时候我们其实就看 每一美国跟每一个国家地区所牵的这一类倡议啦 协议啦 距离大西洋宣言到底有多远 越近的就美国英国自己人 越远的就代表圈外人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 对AI因为它是个整合性的竞争啦 他他他不不只是不不只是人工智慧 不只是运算 他其实他基本上是所有的科技的整合整合性的竞争 可是他的核心是语言 那这这点其实一般在讨论到下个是下个世代的产业竞争 就像美国现在现在科技类股大大长 他的核心就还是AI概念 大家闻到了一点一点什么 可是没有人跟你讲的就是说 其实AI的所有的竞争里面语言非常的重要 使用汉字的使用就是说中文的在网路世界里面 大概比例呢不到10% 可是英语的使用量超过40% 对这个差别还是蛮大量还是差蛮多的 差很多不是总人口数的问题 而是在网路世界尤其是论文世界里面 你霸权这真没有办法